我们来看看如果您使用OneNote来整理这些所谓的影片教材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方便 那么您进入OneNote之后呢可以先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在免费账号的部分呢就有20个私密的课程跟10个群组的额度 那20个课程其实都已经足够我们来使用 那您看到我们在左上角这里有所谓的群组跟课程 课程就是您放置教材的地方 群组就比较类似像Google Classroom我们在做班级的经营 你点到课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建立一个新的课程 那每一个课程里面它都可以增加所谓的主题 主题的部分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资料夹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针对您的教材做一些分类之后 再把它放到不同的主题里面 这样的话呢您在整理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那目前呢这些主题的数量并没有限制 所以呢只要您能够增加的进来的您都可以自由的像这样去做调整 那也可以像这样去做这个主题的排序相当的方便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OneNote里面你要怎么样增加影片的教材 首先你可以取得这一段影片的网址 接着我们在OneNote课程里面新增单元选择影片类型 只要把你的网址贴上就会自动抓到影片的标题 影片的单元说明还有它的缩图都已经完成了 而且呢您可以直接在这边以拖曳的方式去指定 您想要让同学们观看的影片的片段在哪边 完成之后按下储存成草稿 这样我们的教材就已经新增到OneNote里面来了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您只需要一个网址就可以解决 如果你的影片是属于YouTube播放清单的类型 那么在清单里面可能就会包含了很多的影片在里面 您一样只要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在OneNote里面来新增YouTube播放清单 把你的清单网址贴上去 OneNote就会自动把我们抓到里面的所有的影片 您可以自行决定哪几段影片需要把它加进来 完成之后按加入 刚才的单影片的所增加这些内容 一样通通都会加进来 那么如果您有需要进行编辑 您可以进到里面再来调整它的影片的播放起器点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影片都完成之后 您就可以按发布 确认您的教材都已经更新完成了 按下发布 除了标准新增影片教材的方式以外 OneNote也有提供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您可以安装Chrome扩充工具 安装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盯选在浏览器的上方 那一样的方法 当您在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呢 我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影片加入到您的教材中 因为这是一个播放清单 所以在这边一样可以选择 我需要储存的是哪几段影片 然后我想要把它放在哪一个课程里面的哪一个主题 完成之后 你可以直接单纯储存 也可以储存的时候直接就发布 这两个都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呢 重新回到OneNote的这个课程里面 在这边 我们就有看到刚才的第三跟第四个影片 教材已经把它加进来了 所以用这个方式就会更加的方便 OneNote的影片教材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目 我们以这个影片来说 你可以找到题目这里 按下新增题目 如果你只是问答题之类的 我们可以把题目呢 就打在这边 然后请你指定 题目要在影片的哪一个时间点出现 那您可以增加一题 也可以增加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那我把时间再往后 如果呢 你是属于选择题 您可以像这样子 加入选项 如果是单选题 您就勾一个正确解答 如果是负选题 您就勾两个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题目的设定 按下储存 接着我们把它做一个发布的动作 那如果你想要看 同学学习的情形 或是老师您在上课时就要播放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进入到课程首页 按下进入课程 我们打开刚才的影片 按下播放之后 我们前往我们所设定的影片时间点前方 现在到了我们指定的时间点之后 第一个题目就已经跳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您就不用那么麻烦 还要自己记一下 我大概在什么时间点 要问同学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呢 到了后面第二个时间点 在这边就会显示 我们刚才所设定的选项 因为我们刚才是设定单选题 所以这边就是变成圆纽 如果是负选题 就会变成合取方块 那当然OneNote 它这边的测验部分 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的 所以呢 除了这样直接按确定 去看一下它的答案以外呢 有个缺点就是 如果呢 同学点到影片的外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题目就会略过了 当然他如果不知道这个方法 其实他就必须要真的 找到正确答案之后才可以继续 另外在影片观看的统计资料上面 不论是课程或群组 OneNote也有提供简单的统计资讯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课程 他有一个学习统计 里面就能看到哪一个同学看哪一个教材的学习时间 那么如果您是有在做班级经营使用群组的方式 那您还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每个任务里面的观看情形 好以这边来讲我们这里有一段影片 点进去上面就会显示这是在一般的账号里面他所提供的 如果您本身是属于付费账号的话 他就会有提供这样更完整的一个统计数据 包括同学呢在看的时候他是看到影片里面的哪一个时间点 您都可以看到还有呢他上面所观看的次数 观看次数越多颜色会越深 那么我们甚至呢可以直接滑鼠点到这边 就可以看到他所看到的影片是哪一个部分 这样老师呢就能更清楚知道同学有没有认真看影片